除夕不放假,大家少吧,袁世凯当皇帝时,元宵改名为汤圆,毛泽东被比喻成红太阳,他从来不去洛阳,同样江泽民从不去镇江,镇江大桥都改名为了润阳大桥,胡锦涛也避开吴湖,那大年三十除夕不放假,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? 我跟你们讲,当年如果薄熙来得手,除夕保证的改名为大年三十,我不除掉周永康,以后大家连周末都没得过,珍惜吧你们,万一蔡奇上位,你们连蔡都没得吃。